在设计我家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想着说 我想要一个中岛 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中岛 那它不要餐桌 那我就想要我们全家人可以在那边做很多事 可是因为那个时候考虑到说 我婆婆呢就是会来住我们家 那因为就是老人家 他们如果要坐中岛的话 就是因为椅子的高度 它是要往上等 可能以年纪来说不大方便 所以呢我还是变成一个小的中岛 然后一个餐桌 嗨大家好我是张鑫 今天又到了 到底要不要这个单元 那今天呢 题目就是到底要 要不要家里装设中岛呢 那今天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帮我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 接着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吧 其实呢到底要不要中岛 我们指的这个中岛呢 假如啦 它在厨房里 那当然好啊 如果可以要 因为你的厨房如果格局大到可以装中岛 那why not 就是多一个平台 那很好 因为呢 如果你的厨房里 热潮区有中岛的时候 你就会可以是 哦 这边是那个操作啊 水 水槽瓦斯污操作区 另外一个一字型呢 就会是 比如说冰箱啊 电气区 那中间还有一个中岛背餐台 那当然是非常的完美 可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是什么 这个中岛是指的是 轻蚀区的中岛 我到底要不要轻蚀区的中岛 因为这些衍生呢 是指说 我们现在因为生活方式跟过去不一样嘛 现在我们在家里可能会有一些比较 希望 relax啊 你可能就是可以在中岛看书啊 或者是弄咖啡啊 比如说揉个面团啊 大家都有蛮多这个期待的 所以除了热草区之外 我们就会衍生出一个叫 轻蚀区 那你的轻蚀区到底要不要放中岛 其实当然它会根据你家的一些 平面跟尺度 来确定 是不是适合做这件事情 其实蛮多朋友你要思考是 你要回到你自己的生活方式 像我有一些屋主 他们其实是生活非常利落的人 那他们可能就是对于中岛这个需求没有那么多 他可能需要的是一个一字型的 轻蚀的操作台 他可能会有个水槽 他可能会有一个轻蚀冰箱 然后底下呢 安装个 红酒柜 那台面上呢 放个咖啡机 就已经足够他使用 在设计我家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想着说 我想要一个中岛 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大的中岛 那他不要餐桌 那我就想要我们全家人可以在那边做很多事 可是因为那个时候考虑到说 我婆婆呢 就是会来住我们家 那因为就是老人家 他们如果要做中岛的话 就是因为椅子的高度 他是要往上等 可能以年纪来说不大方便 所以呢 我还是变成一个小的中岛 然后一个蚀桌 那我的中岛尺度呢 是大概130 乘以深度是85还是90 我忘了 因为就是 那时候我量我家啦 就是说记得朋友可以帮我在底下 写一下我家中岛的深度 我会觉得玩意很棒 就是 你都有记得看我们的节目 那因为这个尺度 我上面有镶嵌一个就是 炉子 然后就是方便 就是像我们家吃火锅啊 或者是每天煮完晚餐的时候 会在这边做热汤的使用 其实我个人还觉得蛮好用的 那 另外就是一个餐桌尺度 那因为呢 其实我家的中岛老实说 当时呢 我也做了很多的幻想 但是我后来发现 其实这个中岛 因为他不够大 所以你要做在上面 机会不太多 所以他上面就开始放了很多 嗯 零食 或者大家回来的发票干嘛 全部都丢在那上面 所以就是他应该也会变成一个 类似像堆积物品的地方 那我们先来谈谈中岛的优缺点 那我们讲优点啊 当然我们就知道说 如果你有中岛 一定可以增加所谓的收纳嘛 就是譬如说你在厨房里 你热炒区里面他会放的可能是你热炒在用的一些碗盘啊 可是你在中岛的话 你可能会放一些多余的盘子 或者是咖啡杯 零食啊 或者是一些干料类都会放在中岛 再来呢一个就是说你可以增加座位 因为当有时候就是说家里来了很多朋友的时候 其实我们中岛就会变成叫做小朋友桌 就是常常就是小朋友就会聚在中岛这边 就是他可以延伸座位 然后让空间的感觉其实看起来是宽敞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中岛可以集合所有的 比如说电器 或者是什么垃圾桶啊 或者水槽啦 就是包含就是一些像红酒冰箱这些 都可以集中在中岛这一带去做设置 还有就是中岛的区块呢 很容易成为家里的一个中心区块 他可以做什么 可以取代书房 可以当工作区 然后可以就是你家人聊天的区块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多工的 那我们再来提到就是 中岛如果会成为缺点的时候 是因为你可能在中岛整体的平面规划上 你没有去顾虑到 假设你要放一个中岛所有的尺寸问题 因为中岛旁边他要有一些完整的固定动线 然后包含就是中岛的位置大小 然后他其实整体的那个规划其实很重要 如果你没有规划好的时候 他就会变成中岛要不要中岛 结果中岛是一个缺点了 再来呢就是中岛呢还有一个就会成为什么 叫做囤货区 如果你没有一个完善的整理习惯的时候 他很容易就是家里堆了一些杂一杂八 可能甚至像过期的面包 有可能都会放在上面 然后你都忘了清掉 如果说你其实在生活上蛮俐落的人 你会很会收拾的人 假设你只是为了想中岛的中岛 其实你并没有完就是一定要去使用他的习惯 我觉得倒不一定要中岛 就是说你可以把餐桌的尺度加大 或许就是中岛也不一定是必要的选择 好那我们接着分享有关于中岛的案例 那现在接下来这个案例呢 其实他是把厨房呢跟中岛全部都合并在一起 就是他除了有一个就是他正常的厨房使用之外 他做了一个比较大尺度的中岛 然后把餐桌靠上中岛 就是因为当时屋主很希望就是说 他可以在那边做早餐给小朋友 小朋友就可以坐在餐桌上 或者倒台上 那就是平常呢 他可能整天的时间也会待在这个场域比较多 所以我们把整体的尺度拉宽 然后你会发现在边边上呢 他还有其他的餐柜 这一个区块呢就像家里的中心位置 都可以在这边就是待一整天 第二个案例呢 其实我个人也还蛮喜欢 因为呢他也是属于开放型的一个厨房 但是当时我们把倒台拉得非常大 那这个时候 这个倒台因为尺度大 所以你待得住 有时候倒台太小的时候 我们还想要家座位 其实他没有那么好待 就像我刚提我家一样 所以当尺度大的时候 除了他作为就是厨房操作之外 我的另一侧底下可能放一些书啊 然后呢我可能在侧边装个小壁灯 我可能真的就可以安定的在那边 你知道喝咖啡享受一个悠闲的上午 在角落做的一个类似像那种 小餐厅的这种卧榻的方式 就是这一个空间呢算是比较松 然后你可能也会呆得比较舒服的一个空间 所以他也还是家里的中心位置 好接着呢这个案例呢 其实比较特别是你会发现 你都看到他的冰箱啊电器啊这些 其实我都把他藏到面对这个厨房的另外一个走道区块 为什么呢 因为屋主呢 其实会在这里做一些简单的料理 然后包含就是说 他也会在这里接待他的朋友啊家人 所以他希望他的类似像厨房 他就有点合并像侵蚀空间的概念一样 他把这一段跟餐厅完全是做开放的 他的中导的概念就像一个是颜色的Bar一样 他可以一边在这边煮茶水啊弄咖啡啊 然后朋友就坐在餐厅 然后一边可以跟他说话 那像这样子的方式也是非常好用的 接下来这个案例呢 他就是一个倒台在中间 其实他是非常好用 因为呢这一个侵蚀区他是属于多工的 你会发现那边还有一个窗户 他里面他就是一个热潮区 因为当时呢女主人很希望他这边煮料理的时候 可以一边看向远方窗外的风景 那你会发现有一边我有刻意 把那个底下的柜子内推 那他们也可以成形成90度角的做法 这边有轻石吧台 后面也有一个就是备餐的吧台 你会发现旁边还有一个黑板墙 因为我们希望在这个地方是放松的 所以天花板呢 改用木皮的天花板 希望在这里 他是一个非常放松的场域 还有一个就是你会发现中澳上面 我有做两颗很重要的气氛灯 因为女主人说 晚上我可以在这边喝点小酒 我只要开这盏灯 我想他是一个非常有feel的区块哦 我们刚刚分享完案例呢 其实呢我还想分享给各位一件事情 其实我们有时候在做设计的时候 会去计算空间的一些颜色配比 但因为我总认为像中澳 这样子比较放松的区块的时候 可以把你心中想要的那个颜色 在中澳里展现出来 他可能会是蓝色的啊 可能会是绿色的啊 有时候他跳开不一定要属于这个空间的色彩 我觉得why not 为什么不行 你可以在一些颜色上 或吊灯上 或座椅上做一些改变 就会更符合自己家里的性格 自己家里的喜好 那今天呢 到底要不要中导 听完这些分享以后 你可以实质的考虑 到底要不要中导 其实还是有关于家里的尺度 会是最重要的 到底要不要中导 可以仔细想一想 那今天 要不要就介绍到这里了 那请帮我在底下留言 关于今天的分享 你有没有什么可以反馈的 或者你还想要听 到底要不要什么 你都可以回馈给我们哦 那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那这个时候他的餐桌区 他就可以买一个比较大的餐桌池 嗯 那他这个时候他的餐桌 等一下 那如果呢 你想要有中导的时候 他 但是因为我们 等一下